清明節就要到了 想不到今年的紫紮 竟然搭上了AI蜂巢 往年清明節燒得金童玉女 這掌相都比較令人敬畏 但是現在紫紮公司 竟然是靠這個AI的軟體 他就生成了很擬真的 這些帥哥美女 不管是有美女的OL 或是六塊肌的猛男都有 預估業績可以增加兩成 美女十二金差 全站上舞台 跳Nobody給你看 還有揚焉萌男組 八塊腹肌小麥膚色 吃碎臉孔統統可以克制 想不到吧 傳統紙紮也搭上AI 過去商場禮族 都會焚燒金童玉女 不過通常這種長相 都長得比較令人敬畏 不過在現在的AI技術下 不管是OL還是學生妹妹 只要你想要 通通都能夠變給你 美人在螢幕前 用滑鼠修修改改 還以為是哪位藝人 其實他誰也不是 只要輸入指令 像是衣服類型 長短髮 臉部特徵 就是AI做出來的虛擬人物 當然啦 連記者我本人 這款正妹也做得出來 可以看到有各式各樣的美女 全部圍繞在我身邊 不過有點特別的是 這一位風格 有迥異的女生竟然就是我自己 不過他是有AI生成的 所以跟我長得有點不一樣 這樣子才能夠在使用的時候 避免小校圈問題 考AI科技省了一半的製作時間 而除了美女豪宅也有新花樣 涵蓋空中泳池 停機坪超浮誇 連開心農場 女生咖啡廳也做得很逼真 甚至這個 1比1復古風紙箱 光是組裝就要一個多小時 因為我們的東西都是純手工去製作 沒有辦法用機器去取代 所以工作量的話 一直都是很滿的狀況 其實它可以縮短說 我們製作上的一些流程 當然也希望說 我們做的東西可以更精美 我覺得它蠻厲害的 是它可以把蕾絲 還有皺褶這些處理得很像 然後我嘴巴應該也是有挑過 紙紮產業變新潮 尤其預計AI美人 可以帶動營收多兩成以上 AI旋風從科技業 一路吹到傳統工藝 威力實在驚人 東財新聞